进入夏天后细水意外频传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就在救护大队 在此要提醒民众 要到溪流边玩水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原则 包括了随时注意气候的状况 水位变化还有穿着适当的衣物和做好暖身 同时一定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的场域 才能够确保细水的安全 入下以来细水意外频传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就提醒 想要消暑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让溺水成为生命中的遗憾 尤其近年来气候异常经常有午后强降雨 吸水暴涨来得又快又急 大队长高宗祺就表示 如果发现突然出现骑头水或者变得浑浊 又或者是水流如素 就必须要赶紧离开水面撤离到安全区域 注意说我们的水面 那如果说有这个水面暴涨的状况 或者说你发现说这个吸水开始变得比较浑浊 那就是表示说山区的这个上游已经开始降下暴雨 那很有可能下一秒钟 吸水就会暴涨会给你再造成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离开水面到岸上 确保自己的安全 新北市最危险的三大流域分别为大暴溪、北湿溪和南湿溪 想要玩水一定要到有救生员驻守的场域 另外必须穿着适当的细水衣物 下水前要做好暖身 同时要随时注意气候变化 下水之前要做好热身活动 那不要穿牛仔裤 那尽量到有这个救生员可以看管的地方来做细水 那或是说我们一般民间这样游泳池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特别叮咛 溪流边如果有禁止细水标志 请民众千万不要抱持侥幸心态 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务必要选择到安全水域 另外在消防发尔面的宣导影片中也教导大家 如果遇到细水暴涨 一定要紧速撤离确保细水安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